嗨,大家好,我是鼠莉 9月12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台中的中兴大学 一块来参与创意生活亚太论坛 跟鼠莉一同常游台湾的创意生活产业 事实上呢,鼠莉在这14年的鼠莉七项爬爬洞当中 走访了台湾各地的创意生活产业哦 我觉得台湾的美好是什么呢 台湾的美好包包了花卉植物 山川海洋 还有呢,我们四季的农特产品 而这些呢,透过了我们在地的创意生活产业的业者 事实上呢,透过他的行销 透过他们的设计 事实上把台湾的更精致化 推往到台湾各地,甚至呢,世界各地 那么创意生活产业呢 其实啊,由北到南,由东到西 甚至到了岭岛,鼠莉都参访过许多 我们举例来讲好了 像是在苗栗山渝的卓叶小屋 在台南渔光岛的湿木渝主题馆 还有呢,在花莲的军大休闲产业 宜兰的三副休闲农场等等 哇,实在是太多了 鼠莉想讲都讲不完 创意生活产业不仅是业者把整个场域 把它呢,高质感的美化 最重要的是呢,把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人文特质 把它非常具象的传递给全台湾 甚至是国际的友人们 9月12号 创意生活产业亚太论坛 鼠莉呢,会在台中的中兴大学 跟大家分享 创游台湾创意生活产业的感动 也邀请您一起来参与